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威威大 哇 什么 我想哭啊 有吗 都无所谓 随便做吧 侧边一边应该不高 穿上我心爱的小马甲 吃火锅腰威威拉 老板 老板是个帅哥 这样 挺好 来 姐姐看 来 姐姐看 我刚看到有个锅是这样子 横着一般的 你们要鸳鸯吗 鸳鸯锅交不到朋友的 鸳鸯锅交不到朋友 不吃鸳鸯锅 如果你跟重庆的女生交往什么的 如果你点鸳鸯锅 她会觉得很没面子 她会觉得很丢脸 真的假的 不鸳鸯锅不鸳鸯 因为我想交朋友 好 交朋友 我们这里最不辣的是什么 最不辣的就是微微辣 然后呢 然后就高级一点 稍微辣一点 微辣 然后呢 然后呢 中辣 然后呢 特辣 然后呢 特辣已经很辣了 微辣了 不要微辣 我是湖南人 我都吃不了 怎么辣 来PK 我OK 对一个不能吃辣的人 所有辣都是一样的 对 我我已经是很能吃辣的 我都只能接受微微辣 你们非得拼中辣 或者微辣 我OK 还是老板你觉得我们四个人的奖项像像是吃什么的 一个锅底点这么没 天 哎 他们这没有那个麻将叠我 我不吃麻将叠 吃有点 那我们四个菜有 黄猴 鲸花 泡尔鱼 香蕉牛肉有点辣 还好喝 哎 嫩牛肉再给你一个拔他吃牛肉 哎 酥肉非常好吃 我爱吃 我也爱吃 我怕 冰汤圆辣的时候可以吃 那个午餐肉是本地的吗 本地的好吃 鲜鹅肠药 对毛肚 鹅肠 对 老豆花你想不想吃 豆花 哎 我跟你讲 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你们可能不敢吃 牙梗 是牙花的是吧 对 这是脆脆的 然后是白色的 就很有嚼劲 哎 还有一个脑花你们敢不敢吃 非常美味 是可以吃 非常美味 吃起来像豆腐脑 没有任何腥味 像咸豆花一样 对 然后你们再看看 来来来 喝这边 带鱼 网香肠 你在这里吃带鱼 这也太好了 那我可以点一个冬瓜吗 冬瓜会辣 极品蟹柳 干嘛吃蟹柳 极品啊 这是掌柜推荐 是不是掌柜推荐 不推荐 这个扫皮 减肥的人就不要吃 可以了 谢谢老板 待会你们还是要吃一下 就是蛋炒饭 他会用各种芋头 还有什么炒 然后他会配专门的四川泡菜 然后下饭 就是圆满了 圆满了是吧 对 后期的事情把后期的 我的镜头剪掉 没有刚刚 觉得我流太多口水了 我跟你们讲唱 我可以陪你不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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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吃我可以陪你吃 你爸 这俩人 这我吃多少你吃多少 等下你突然停了 我不是很难受 你先把魔爪伸上了小悠 从第一站 他就想让我少吃 到现在也没成功 但你也没胖 不是因为他胖 是因为要他吃的健康 因为他其实在他这个年纪 不应该有 有这个 小毛病的 没事 只有你 只有你哪怕一点点 比如说你以前吃100 你现在吃98 那就不一样了 为了八个我愿意吃97 是 对 这个改变 虽然别人看不出来 但是你自己知道 不吃威威了 这是牛油啊 对 好香啊 哦加水了加水了 哇 闻都 闻都觉得辣 对啊 这是说那个鱼 这是哈尔鱼 这是黄猴 这是热牛肉 这是午餐肉 我好喜欢午餐肉 大腰片 腰片吃吗 姐姐 腰片我都吃 这都我点了 血腰酸泡超级好吃 我们在吃火锅之前 喝点酸奶吧 好 安德西 他能保护一下你的胃 好吧 这平时很好看 非常的时尚 我这个是青菊 葡萄又青柯的 它能嚼到那个青柯的颗粒 口感很好 有猕猴桃和青蹄 保护好胃 我们就准备开动 嗯 哈哈哈 怎么怎么了 没有没有 我建议你们先吃酥肉 它是可以直接占那个分别吃 酥肉可以直接吃 比较激动 辣椒 这个可以直接占这个 好 它们家酥肉真的很棒 其实它也可以放这里头 我放里面了 这个好吃 可以这样 是辣 哪个辣 怎么了 这个辣 你刚发出动物的声音 怎么了 这个 我各个地方吃四肠火锅 哇很辣 没事 没事 你刚刚发出动物的声音 是好吃还是被辣到 辣 他被辣到 被好辣到 你赶紧喝点 他们吃酸奶好了 它真的能解辣的 我捞掉点辣椒吧 其实真的有点辣 因为真的 这个会越煮越辣的 我觉得这个不是我们吃 最大的一次 真是辣 但是很过瘾 真的很好吃 对 谁在那里说 反正就不能吃辣 那就来个特辣 对一个不能吃辣的人 所有辣都是一样的 所有辣都是一样的 一样的 对 对 没有什么不开心的事情 不是一顿火锅就能解决的 怎么说 没有什么不是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事 没有问题是一顿火锅不能解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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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不能 那就两顿 那就两顿 对 有这样一句话 这样 这就是人类饮食文化的瑰宝 嗯 那港式的火锅你爱吃吗 爱吃 没有不爱吃的火锅 可是寿喜锅你爱吃吗 爱吃 寿喜锅太甜了 寿鸡蛋 拔 吃 米饭 天呐 老北京蒜羊肉很好吃 蒜羊肉 潮汕牛肉 蘸沙茶 啊 打鞭炉 海鲜酱油 打鞭不好吃 花椒鸡 猪肚鸡 呼呼呼 啊 不会吃的 超会吃 贵州 酸汤牛肉火锅 哎 哎 好吃 这酸汤牛肉 你还酸汤牛肉 有 韩国 不对锅 OK的 还有只要是锅 东北 铁锅炖 OK的 铁锅炖 铁锅炖大鹅 哈姆炖土豆 有吗 有 哈姆炖土豆 铁锅炖大鹅 我从他那个口中 都听说很多 不同类型的火锅 他是一个火锅达人 他怎么了 就烟完往这儿飘 顺着他飘 不要伤害我弟弟 没事 不要伤害我姐姐 我来 我真的扶了你们了 我们就吹了 哎 你看 吹地变了 吹地变了 好看 等一下 这镜头不要捡了 发工了吗 这个豆花 我觉得好了 八哥 豆花可以捞 要不然碎了 豆花也不会太辣 我以为是茶 怎么会辣成这样 太正常了 太正常了 但是爽 对 我停一下就可以记住 没问题 是很爽 真的 就是说辣 其实它 它不是一种味道 对 因为就是作为那个 酸甜苦来讲 它是一种热和痛的刺激 对 这个酸甜苦辣 其实是个成语吧 就是感情 其实跟酸甜苦辣 也是一样的 酸是嫉妒 对 现在好网上 这个词是一个流行语 就是我酸了 对 我吃柠檬了 吃柠檬了 她居然能和小油做一起吃饭 好酸了 甜呢 我居然能和小油一起吃饭 好甜 这不太对啊 这也是网络用语 他们都喜欢的 你来啦 我来啦 我来啦 就是啦 但是如果把啦打成啦的话 会显得有点萌 我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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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你来啦 我来啦 我在这里啦 我在这里啦 快过来啦 哈哈哈 苦 有 我苦了 这是就是我 哭了 我苦了 这是我编的 我忍住了 我好胖 不是 我请你什么时候都能把虾掰完后一本正经的说下去 对啊 我就擅长一本正经的虾掰 小油 小油你最近最酸的一件事是什么 嗯 你就说说你自己觉得酸甜苦辣的事情啊从小到大 如果要讲述一个事情你觉得的回忆 我也是 我也是 因为我比赛不是拿前面名词嘛 我是我们是九个人出团 我也是拿第九 然后其实刚开始出来的时候 我的心态也是会有一点 不公平 很多地方会觉得哎怎么 他比较多 粉丝啊 还是为什么我没有 为什么他比较早结束下班 因为我们有时拍广告表演 我就很多这种声音太多的短时间压在一起 有时候你们会有一些忍不住的比较 我觉得一开始会啦 因为以前我唱个比赛会觉得很怎么样怎么样 以前你都是第一的 也没有到第一 可是前三我会喜欢前三 然后可是到这一次呢 我跟自己的自己脑海中说话的时候 就是说 我觉得这个第九这个名词带给我 现在这些东西是我以前都没有过的 所以我就慢慢的会把这些事情 当成是一个很幸运的事情来看 可是如果硬要说那些东西的话 我其实我最喜欢的是辣 好像查节目啊 之前比赛的时候 我觉得那个在那种环境下 会激发出另外一个平时比较不一样的感觉 我一点都不喜欢比赛 比赛的时候你是很专注 所以当你专注得不到一个回馈的时候是很难过的 但难过又怎么办呢 后面的人追着你跑 你就还是得不停地去努力去前进 直到有一部作品慢慢被接受 但这个时间挺长的 对于我来说 其实我受益人才演技稍微被大家看到和认可 终于开始就是觉得我有演技了 就他们会讨论了 真的 其实都是需要一些很长时间 去让大家建立一个形象 怎么可能会有很顺的人呢 你是幸运儿啊 这个行业没有幸运儿 有暂时幸运的人 对 对 没有永远幸运儿 我邀请了小油到我的专场去看我 看我的表演 其实几年之前 我还不是这个样子 不一 因为我的 其实我的技巧 就我的技法 我学怎么说 我可能五年前就是现在这样 但是就是心态 我这五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了 心态会影响一个人的 是 会 对 我之前的心态就是 因为受到太多负面了 我真的 我上台我心惊胆战 就是观众是很聪明的 他觉得你心里没底 他就开始欺负你 我指的欺负不是说怎么那种欺负 就是他在气场上 他就胜过你了 他只要胜过你了 你说什么都不可乐 我原来看到他再小一点的时候 他很胆小 不自信的 我原来我小的时候 真是就是我家里人 就我妈瞪我一眼 我可能当初就哭了 不够自信 会觉得不够自信 因为一般的小孩 如果天天在片场 天天在舞台见的 他是人来分 他在台上是绽放的 可是他是收敛的 他其实到现在还是 虽然已经大不一样 还是会收敛 因为那是他曾经经历过的 这我会演点道理 我 你还在讲什么 你还在耳道理 我不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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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好的 最好的 我不知道你 我怎么反应 我没听到我怎么反应 小安哥好绝 这招 不踪 不踪 对 然后这就过去了 那其实也 就也当然了 是没有那么 没有那么淳朴 也没有那么险恶 没有那么险恶 就该注意的注意 然后就在想表达的表达 我觉得是这样 我觉得今天开心要先拍照 我觉得 这犯这么沉痛 这沉痛的情绪 你拍了照片吗 你知道吗 就是娃哥说的 记录这一时刻 因为没有下一个时刻 没有下一个瞬间 是雷红 我没有想记录这一刻的心 哈哈哈哈 我只想记录现在这个 每个人嘴巴辣的香 辣墙 做起来 辣椒色口红 那我收起来 辣椒色口红 一二七 好 哎 行了 那咱们收拾收拾 回去吧 明天咱们去哪 明天 明天我知道回北京了 啊 你虽然走了 我们的群不散 哈哈 群不散 那咱们明天去哪 她都走了 明天我们去一个 山清水秀的地方吧 哇 我们边走边看吧 好吧